大家好,我是安大熊 上回我们说到了森田疗法 认为神经症发病的机制 是人格因素 加上诱因 加上精神交互作用 他认为啊 想要好起来 就是要切断精神交互作用 然后呢 在生活中去陶冶锻炼自己的性格 本期视频呢 咱们也不局限在这个森田疗法所提到的人格因素 我也借鉴了一些现代的观点 去加上了一些像是完美主义啊 讨好型人格 这些更现代的分类 接下来咱们在看的时候啊 也要知道 每个人呢 他都不一样嘛 所以呢 咱们也不能一概而论 去把自己对号入座 咱们可以边看 边了解 边对照自己的情况 去看一看哪些因素是符合自己的 森田教授发现 神经症的患者都有共同的素质倾向 他称为一病素质 这个一病素质第一个特点就是精神活动 偏内向 那这就要提到什么是内向和外向 我们可以对比着来看一看 偏内向的人啊 更习惯反省自己 把自己当作关注的焦点 对自己的身体和内心的不舒服 更加的在意 也会比较关注自己的表现 在别人心中的印象 他们的气质啊 给人的感觉呢 是比较内敛和保守的 更喜欢独处 不太合群 那做事呢 瞻前顾后 很谨慎 但是呢 容易被自我内心所束缚 容易比较自卑压抑 而外向型的人呢 注意力更多的放在外界 比较擅长与人交往 更关注外界的变化 更追求现实的目标 反省自己啊 就比较少 所以呢 容易有时候因为冲动啊 就忘乎所以 迷失自己 容易没有分寸 去做一些比较轻率的决定 内向的人更习惯先思考 后行动 外向的人呢 是先行动后思考 内向的人更注重细节 外向的人不拘小节 在圣田教授的书中啊 就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 比如说 这天上有个飞机飞过来 想看飞机的时候啊 如果只顾着看着天空啊 追着飞机跑 就没有注意脚下 有没有些石头啊 什么东西会把自己绊倒 那这样的人呢 就偏外向 如果呢 只是看着脚下啊 注意自己会不会摔倒 然后错过了时间 没有看到飞机 这样的人呢 偏内向 其实这个内向和外向 也没有什么好与不好啊 只是一种倾向 人呢 肯定也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咱们呢 也不能一分为二 实际上咱们每个人啊 都是内外互相协调的 所以呢 它只是一种倾向啊 或者是一种气质 医病素质的第二个特点 就是更敏感啊 更容易担心 甚至把一些正常的反应 当作不正常来看待 对自己的健康啊 过度的关注 医病啊 就是担心自己得病嘛 害怕疾病 这是人的本性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 这是每个人生存欲望的体现 只不过当他太强烈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些神经症的症状 比方说吧 咱们很多朋友看到一些新闻 某某明星 癌症趋势 那每个人看到这个消息啊 就会很担心 担心自己会不会也得病啊 其实这种恐惧是很普遍的 很多人听到了啊 他也会琢磨琢磨 但是呢 可能干点别的事啊 一会就给忘了 这些想法呢 也就慢慢淡化了 但是如果自己 比一般人更敏感啊 再加上刚才说的内向 也更爱担心 注意力呢 总是关注到自己身体的不舒服 那可能呢 就会把这个担心啊 一直延续下来 就一直执着在这上面了 就始终挂念着这个事情 那尤其是在长期焦虑恐惧之后啊 或者是再加上身心疲劳 身体呢 也会有一些不舒服 那这个时候啊 自己再去把注意力 持续关注到这些不舒服的地方 就开始不断的是精神交互作用 是吧 越关注越敏感 越敏感呢 感觉就越强烈 越害怕 完美主义的人 对自己 对别人 对生活的要求呢 就要高一些 期望值也高一些 甚至呢 高得有点不切实际了 因为这个期望比较高吧 所以呢 就经常达不到自己预想的那个目标 就会很失望 或者是很自责 比方说吧 对吧 对自己要求高 觉得自己应该是个优秀的人呢 是个上进的人呢 就不能允许自己有偷懒 也接受不了失败 犯错误 这肯定是不切实际的 因为人呢 都会犯错误 都会失败 偶尔懒惰呢 也很正常 对别人要求高也一样 希望别人按照自己的期望去做 但是改变别人真的太难了 加上比较执着 就容易不断的想 不断的陷在这些烦恼里边 那说到这呢 咱们也不能说这个完美主义不好 确实嘛 对自己要求高 更执着 自己才会更努力啊 对吧 做事的时候才会做得更好啊 完美主义的确是有好处的 让自己比普通人更加的勤奋 更上进 但是呢 完美主义者还有第二个特点 就是过分的在意自己 他人 还有生活中的一些缺陷 或者是错误 总是老盯着这个问题去看 专门看这些负面的 有缺陷的 不够好的地方 其实仔细想一想吧 也挺合理的 你想把一个事做好 那就是解决问题嘛 把这些缺点全都解决没了 那好像就是靠近完美了 因为总是盯着这些小问题 去较真去执着 就经常忽略很多好的地方 所以也就容易看不到整体的情况 把这些小问题放大成了大灾难 所以呢 完美主义者 他不仅是很自卑的 而且没什么幸福感 自己认为的应该怎么怎么样 和现实总是有矛盾和冲突的 那面对这个矛盾和冲突 完美主义者会怎么做呢 可能会很自责批判自己 给自己更大的压力 然后在头脑中不断地去反出 不断地去想这个解决方法 给自己提更高的要求 甚至是逼着自己 拼命地把每件事情都做好 努力地让现在的自己 成为那个理想中的自主 对吧 就是要努力嘛 就是要拼搏嘛 奋斗嘛 就这种苦干 蛮干就很容易透支身体 最后呢 自己承受了过大的压力 和过高的要求 搞得自己很累 说白了 自己就把自己给榨干了 其实自己的身体和内心 已经承受不了了 而长期积累的压力呢 不仅导致我们的身心疲劳 身体的不舒服 还可能导致我们神经内分泌 调节系统的失调 出现像是惊恐啊 广泛性焦虑啊 抑郁啊 情绪烦躁等等的症状 每个人呢 都希望别人赞美自己 认可自己 都喜欢被夸奖 都不喜欢被批评指责 那有的朋友呢 甚至会牺牲自己的真情实感 去取悦别人 去迁就顺从别人 压抑自己的真实需要和感受 很难拒绝别人 不敢说不 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如果我真实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绪 别人可能是不会接受的 我是不受欢迎的 所以呢 我要尽力的去表现出一副 大家都喜欢的样子 就害怕别人的批评讨厌 过分的需要别人的认可 那长期下去的结果啊 就是内心的憋屈和压抑 甚至是憎恨 因为自己再怎么努力的表现 总是会有人认可你 也会有人不认可你 众口难调啊 不认可你的情况总是会遇到的 自己呢 总是很纠结 内心啊 就会有很多的矛盾和冲突 过度的控制欲 完善欲 也是我们焦虑的一大来源 想要控制生活中的一切 希望生活 就是按照自己的设想发展 希望自己不要出现一些不好的想法 希望人与人之间 不要有矛盾冲突 希望自己永远健康 希望人生的每一步 都是按照自己期望的走 但是事实上 总是行不通的 我们能控制的事情呢 确实是很少的 因为生活它总是不确定的 那每一次遇到这种事实 与预期不符的时候 自己就会很沮丧 都会很紧张 就害怕自己会失去很多 总是时时刻刻去提防 各种各样的威胁 总是在防卫着 各种不好的事情发生 以上咱们就是综合起来盘点了一些 让我们走向焦虑的人格因素 大家也会看到很多的书 里边也会提到 但是看完之后 可能会有一种感觉 哎呀 我这个性格不好 人格好像有缺陷呢 这怎么改呢 甚至都很讨厌自己了 一想到这个性格决定命运嘛 对吧 一切的罪魁祸首 原来就是他呀 如果自己呢 再往下去挖掘 性格来自于童年和成长经历 也有遗传的成分 可能是从小 父母就有这种高标准 言要求 那这个时间长了 耳濡目染 也就接受了父母的价值观 也可能是小的时候呢 被批评 指责的太多 一直是屈服顺从着 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好 总是想着避免被这个批评啊 指责呀 就想办法让自己做得很完美 想办法得到别人的认可 时间长了呢 也学会自己批评自己 自己否定自己了 往下挖掘 挖掘到自己的家庭之后 那可能就把这种情绪啊 就带入到自己的原生家庭 那都是我父母的错呀 是我命不好啊 因为他们让我自卑内向 然后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就这样想啊 反而对自己的命运啊 家庭啊 更加痛恨 那我们怎么去看待 自己的性格呢 我们先来看看森田教授 他是如何看待神经症患者的 他虽然指出了 像是精神内向 疑病素质等等的问题 但是呢 他又说 神经智者是优秀的 为什么 这很奇怪啊 难道自己有毛病 不正是因为自己有问题 有缺陷吗 是因为自己不够好啊 或者是太脆弱 想太多啊 森田教授看到了关键的一点 就是神经症患者 向上的欲望 是非常强烈的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刚才所说的这些性格特举 不论是完美主义 还是讨考型人格 其实都是在追求优秀 都是在追求自己认为的成功 像是一个人如果很怕死 这能说明他胆小吗 当然不是了 也是从反面说明了 他很想好好活着 他不想死啊 那一个人担心失败 害怕被别人批评 正是因为他渴望成功 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 渴望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这当然没有错了 森田疗法中提到的生的欲望和死的恐惧 是每个人都有的 生的欲望就是向上发展 就是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 更健康 更优秀 而死的恐惧 就是害怕自己失败 害怕被人看不起 害怕失去生命 他们看起来好像是对立的 但其实是统一的 生的欲望很强烈 那死的恐惧 一样会很强烈 大家也可以看看 自己的实际生活中 也能发现 越是想要表现的好 你才会紧张担心 如果自己就是泡罐子泡摔了 啥也不在乎 对自己没有任何要求 甚至呢特别颓废 那紧张焦虑个啥吗 那什么都无所谓啊 那么问题就来了 到底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呢 首先呢我们并不了解自己 也不了解如何才能变得更好 如何去发掘自己性格中的潜能 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追求成功是正确的 甚至也不知道什么是成功 什么是完美 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 真正得到别人的认可 对这些问题自己真的不懂 一直是在盲目地追求 当然咱也别自责啊 因为学校也没教我们了 上学呢就是考试 走入社会也是在忙上挣钱 所以呢就在这种无意识的情况下 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所以森田教授所说的再教育 就是让我们去校正自己的生活态度 或者是换一种方式去思考问题 那再看自己现在的处境 自己现在受的罪 它们有什么意义吗 我就引用焦虑症与恐惧症手册里边说到的一段话 尽管这些病症相当让人苦恼 但是呢 它实际上是预警信号 我们的身体拥有阻止其自损的内部机制 初期的惊恐症和抑郁症状 可以被看作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消耗自己 在攻击自己 身体就提前看到了你可能会把自己搞垮 然后呢迫使着你去放慢脚步 去重新调整自己 那更不用说一些引发焦虑的外在的生活压力 像是失恋 失败 疫情等等的这些导火索 我们仔细想一想 我们从小到大都没有仔细的去学过怎么减压 怎么去处理情绪和乱七八糟的想法 这些都不知道 所以呢 大家真的不要急于去否定自己 觉得自己的性格有什么严重的缺陷 是吧 真的不至于 只不过是我们不太懂得如何运用自己的性格和向上的欲望 可能就用偏了 就滑向了恐惧的一边 全都是在消极的防卫 都是在围绕着恐惧打转 那这个问题呢 咱们到精神能量方向那一期好好聊一聊 而所有焦虑恐惧的来源 以上种种的人格因素 导致自己焦虑的根本 就在于思想的矛盾 内心的冲突 认知的偏差 那到了思想矛盾那期呢 咱们再好好地去展开聊 那森田聊法所提到的顺其自然 严格上来说是一种生活态度 那调整生活态度的方面呢 会一直贯穿到后边的内容当中 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继续来往下了解精神交互作用 到底这个精神交互作用 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它才能运转起来 我是安大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